好 我們現在做完單次loop的循環動畫後 其實我們的目的當然不是說我們做一個循環動畫就這樣直接使用 像循環動畫還有很多的使用條件 像是我們攝影機如果還要移動的話 我們就不可能這樣一個loop然後還配合不同時間段的攝影機的動畫 所以我們當然要讓我們的動畫的時間往後延伸嘛 可是這裡的話我們要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到dope sheet 我們直接複製key嗎 去不第一往後複製嗎 當然我們當然不要這麼做 這樣做的話其實我們要調整不好調整 如果我們要稍微修正一下動畫 我們等於全部整段動畫都要重調 但條件是我們的loop動畫不修改 好 那我們要如何做我們的影片的loop呢 一樣這個是在gram editor這裡 我們按n 滑鼠在 時間軸這邊 然後按n 它這裡有一個tap 好 我們要選到我們的骨頭 這時候你選以後你發現什麼都還沒有 我們要選到最根部的curve 要選到有curve的地方 這裡在上面這層其實就跟外面都跟dope sheet一樣 它選到整個 我們要進到curve上 因為它是針對curve去做複製 所以到這裡curve它預設是fcurve 這裡我們切到modify modify跟物件模型的modify很像 它是針對curve的一些做一些調整 這裡像這裡有一個叫做cycle 有沒有看到它這裡前後它就做了無限的複製 所以我們這裡影格我們這裡把它改成200格 好 按播放 它在位的部分它就已經做了複製 好 我們想要我們要複製這裡 好 這裡我們可以這裡做一些程度 在幾格前要做複製幾格後不複製 所以像這裡我們可以說假設在80格前都不要複製 我們可以在這個之後結束 所以我們可以 80 50 我們這裡就可以 設定 這樣在幾格之後 repeat 幾次後它就不再複製 它這裡是可以做這樣調整 不過這裡因為我們目前的狀況 我們這裡是都不需要用到 所以我們就單純的複製 一段很長的 然後這裡 因為這裡的會有參數不一樣 參數的調整 所以說我們在 像現在這裡 限制 Loop的Range 像我這裡很可能要複製到 第0格開始 反覆 我們到第 80格結束 我們到不要跳下來好了 彈一下到 第 我們40格啊 430格 我們到120格結束 這樣的話 120 110 100 100 像這樣的話 它就可以 做一些 時間軸的調整 這個我們也是用不到 回到上面 我們這裡可以 這裡有Copy 這樣的話 我們就可以直接貼到 我們其他的 影格上 像這裡 我們就可以一起選起來 貼上 他們的Loop就會一起 被複製過來 所以我們這裡 把我們的Key 都選起來 記得選到我們最根部的骨頭 Path的 這樣我們就可以 有我們的Loop 就可以一起複製過來 再來我們 其他的再來就是 毛 我們毛一起選起來 這裡就比較 針對動態比較複雜的地方 我們就會需要 用這樣的方式 一個一個 像毛我就先不貼 好貼眼睛 比較 像眼睛的話 我像後面的Loop 我眼睛的動態又不一樣 我們就不一定要 在這邊做Loop 像我們整體的動畫 最主要的是 Stretch的部分 整體 所以像我們頂多 可能可以就 只要貼到 像嘴巴 跟眼 眉毛好了 眉毛我們這裡也把 Key貼上 Copy 它Modify給它 你不一定要所有都貼上 Loop 因為畢竟我們像Loop 我們可以再 增加一些變化 讓它Loop 整段 不會是40格的Loop 我們可以讓它變成 40格小Loop 組合起來 變120格 然後我們再做成一個大Loop 這樣的話我們中間 就可以再做一些變化 就看起來好像它是循環動畫 但是它裡面也有一些小的細節變化 好像這裡 眼睛 眼睛我這裡就先 不設 好 頭髮 像毛髮的一些地方 我們也可以 增加 用複製Key的方式 但我們用最簡單的話 其實我們就用 Modify 把Key都複製 好 眼睛嘴巴 有了 眼睛 眼睛眨眼我這裡也是 眨眼的部分 我也是 還是複製Key 縮小 把我們的Key 捲起來 Cast 貼給它 讓我們也就是完整的Key 好 再來就是最後就是我們的頭髮 Here Firm 這裡的Key就很多了 所以當然我們也是可以用選Key的方式 這樣的話其實最快選到我們所有的 性格 不過用這種選法的話有一個缺點就是 他會連外面的這一層都選到 反而變成 沒有選到我們的Curve 所以我們回來 一個一個選 貼上 好 我們像我們這樣 基本的小機 整個 Loop動畫 就這樣 可以做出更 更長時間的Loop 好 我們就可以來 針對我們的攝影機 做一些 調整 讓我們的攝影機 這 在這一格 我把它射Key i i 針對我們攝影機旋轉位移 右色Key 好 我們到 我們現在Loop很長嗎 我把它做一些調整 先到80格好了 我們一樣 開啟 And Camera View 這裡做一些攝影機的調整 然後這裡我們把 選到攝影機 選到攝影機 然後攝影機 按0 然後我們這裡把AutoKey打開 我們在第0格的時候 先幫攝影機 這個Key i rotation 跟 i rotation 全部鎖起來 好 我們在第80格的時候 我們來做一些 位置 位置的調整 我們現在做一些調整動態 好 這樣我們這樣退出來 這樣我們就有攝影機的 硬格的變化 然後我們小機 依然是Loop 當然這裡 這裡有一個問題就是 加了攝影機後 我們 變成是整段影片 不是Loop的動畫 所以這裡的話 我們可能 攝影機 我們這裡要前後格 也要Shift D 也要複製 我們這裡 複製Key的話 用Dope Shoot還是比較方便 D 我們這裡 Shift D 讓它 讓它這個動畫 是一個完整的Loop 這裡 這裡 當然這裡 Loop的時間 就要配合我們的40格 所以我們可能到120格的 Loop 60 好 這樣的話 120格 這裡 120格 這樣它才會是一個 完整的Loop 好 這樣就對於 Curve的複製 Curve的 用Modify做 循環的動畫 就知道怎麼做了 就知道怎麼做了